沒有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Coco 我是主持人 freeze-free freeze-free 主持人時只是郭忠 來看一下技術派練舞功 練舞功 練舞功 來再去唱我不知道 忓忠 無功 忘了耶 沒關係第一句就好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那麼冷場 因為我剛才講話 你也突然唱歌跳舞 節奏不是這樣演的 我們說好了 好我們再跳一次 來 我來臉無功 來臉無功 AI概念股好不好 這節奏才對 AI概念股該付該爆 該嗎 動態停立法教你 是什麼 進場停立停損免煩惱 三合一都不用怕 AI概念股要不要爆 問這一招就好了 動態停立法是什麼 我們請教三位 好不好 最了解股市分析的 股市分析師 老師你好 第一位 林漢威老師 你好 老師好久沒有叫你老漢了 這個可以不用再叫了 不用再叫了 我們要跟我們過去的稱號分手 分手 就跟你要跟你的股票分手一樣 對你要怎麼樣跟你的股票 做一個和平的分手 不要有這種恐怖情人 不要這種分手之後 有很多的麻煩 今天就這一集 你要把它學起來 強勢的股票 怎麼樣跟它和平的分手 怎麼樣賺到最多的獲利 我們今天文良老師會跟大家講得非常清楚 來老師再講到重點 因為他之前很著重元宇宙 他現在很著重AI 可是你看不論元宇宙還是AI 像威聖 老師那時候還記不記得 我差點要給你播VCR 威聖那時候還提醒我們說 這個7月那個6月的營收 創今年的新高 對 那時候威聖來看一下 老師那時候差點要播 應該要播才對齁 威聖在這邊 最後cue我的時候趕快講 因為怕大家錯過了 是啊 是不是 好啦我們就請看VCR好了 所以這到底出來是2388的威聖 他公布出來6月份營收 哇很可怕喔 來到12億 整個月增大概4成 年增75% 所以最近威聖 所以是多少期的一個新高 應該是今年的新高 今年的新高 所以代表說其實他整個一個營運到下半 我覺得會漸入佳境 而且你可以發現到 其實威聖最近投薪在買方 搭配營收的利多 可能明天就有機會 去挑戰90塊關卡 哇我第一次這麼臨時 給他CueVCR的啦 好不好 沒有 老師你這個今天是文年老師的腸子耶 你這樣子 我會不會不厚道 好啦開玩笑啦 所以那時候你看 阿偉老師在 威聖老師 不是威聖老師 阿偉老師 阿偉老師在威聖 那時候90塊的時候跟你講 你看沒記錄本上每天都漲 所以你看 告別過去的元宇宙 來賣上新的AI 可是你看到元宇宙還是AI 威聖都有 所以股價很強 謝謝老師 阿偉老師的那個 來看一下 小老鼠PS1688 記得喔 記得佳老師的Line 第二位老師是誰 何基鼎分析師 基鼎分析師你好 我覺得這節目真的有極端的偏心 阿 為什麼放那麼多重播 我一個都沒有 我們AI三窮也是持續向上的 長不停阿 你說實話嗎 大家都記得你在抱怨而已 沒有 我要跟你講實話 因為那個威聖 因為你沒看那一集 但他真的講得很緊緊 我那一題 我在現場 我就在現場 你一直忽視我 一直忽視我 他講的以後 他講的以後 威聖長的那樣子 你是會長的不誇張嗎 我現在很多股票也是長的超級誇張的阿 他講的以後隔天在追暫停板 現在還是可以賺個50% 我們上禮拜 上上禮拜講的股票到現在全部都漲的阿 可以去追蹤 哪個禮拜一 全部 AI三窮 偉創 廣達 技嘉 全部都是長的 偉影也是長的 對 好 好 沒關係 這一股票我知道 大家都 長太多不敢去追 那所以今天節目就特別重要 大家一定要看 因為大家知道怎麼追 怎麼停利是最好的 你現在怎麼長 重點是下車才重點阿 會買的是徒弟 會賣的是師父阿 對 沒錯 所以今天節目真的超級重要的 那我的記得 不能再偏心了 我的LINE要練5次 小老鼠GD1788 來來來來來 來我要練 小老鼠GD1788 五次 好 好 原來是這樣阿 原來是這樣阿 你練五次嗎好不好 好 OK 好 這樣子 好 這夠意思吧 好 算100次了 來 100次來 小老鼠GD1788 100次 好 有練了 有練了100次 好了好了 練100次 練100次 這三個字 100次 好 來看第三位 黃文良老師 你好 大家好 就是要告訴我們移動式挺立法 是不是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投資朋友的煩惱 不一定是該買哪些股票 而是手上報到的股票 忽然間變成了標股 這一標就會有甜蜜的煩惱 為什麼 到底是要報還是要賣 到底是要挺立 還是在這個地方要買更多加碼更多 所以我們在今天的這一個練武功之堂課 就要告訴大家說 如何去解決這個甜蜜的煩惱 讓大家免釘盤也能夠賺到大波段 所以我在這裡還要提醒很多福利社的觀眾朋友 可以免釘盤 但是不能不看福利社 因為他會報給大家很多好的股票 謝謝老師來幫我們打廣告 文良老師 來 我對文良老師比較好 小老鼠 12682 一千次 你又少了T了 又高次了 你看 所以這次我故意的 我故意的 你們要趕快給我改 下次要改 你看沒有一次沒有T 每個人看都會覺得是F好不好 都會覺得F 這個不是F啦 這會覺得是 T 可是T啦 看起來像F 像F喔 小老鼠 T12682 T 老師豬豬跟你兩次了好不好 真的 移動 T12682 好不好 甜蜜的煩惱 到底要上還是要下 如果有人說你太重了 然後是個負擔 可是這個甜蜜的負擔 你可以接受嗎 不行 哪裡重 說清楚 那我不知道 要問那個喜歡你的人 好我們來看 所以不能說 可是股票 就可以說甜蜜的負擔了 沒有錯 因為這一波真的 AI股都成為了長輩股 因為漲了好幾倍 而且每天有不同的AI股 在輪流的上漲 所以在漲的過程當中 其實 手上有很多的AI股 他們是怎麼來的 其實都是 以前在很便宜的時候 想要買著 除權 除息 配息 然後長期持有 對 然後其實莫名其妙股票就飆了 所以飆了之後 本來是沒有煩惱的 因為 日負一日 年負一年 就是這個價格 就是在這個區間波動 就是填息之後 再下去買 可是現在突然間飆上去之後 煩惱就來了 偽算本來高股息 有6%以上 現在 3%都不到 沒有錯 再漲下去變2%都不到了 對 所以說 到底要不要這些股力 那個存股的股票 到底要不要賣掉 很麻煩 大家覺得很麻煩 其實現在這些股票 它如果大漲了之後 大家應該要把它當作成長股 還有呢 他們的漲幅 可能已經超過 你過去的幾年 所領得到的一個股息了 因為這個漲幅是相當的驚人 所以現在對很多投資朋友來講 最重要就是說 到底哪一個點該放 哪一個點要省 要能夠全身而退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些AI的股票 過去的走勢 其實AI要怎麼操作 很簡單 突破追的策略 因為全市場都在封AI 所以當它突破的時候 買盤就一窩瘋 所以買點是突破前的高點 很多的股票都是盤整一段時間之後 突破之前的高點 買盤就衝上來 然後股價又往上拉 老師可是像偽算一直突破 怎麼辦就一直加碼 隨時都進場點 其實我們沒有那麼多錢一直加碼 所以大部分都是手上持有的人一直爆 市場當然它會有一個換手 就是說今天買進明天賣出 後天再下去買 那怕買不到的再下去買更多 所以它的買盤是越吸引越多 越滾越大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一直不斷的突破 就是每天有新的買盤進來 但是這些新的買盤 終究還是會有一天到頂而往下 出現一個比較大幅度的震盪 所以說手上持有的人 我們並不知道哪一天會產生這樣的現象 但是我們盡可能的讓自己能夠參與到絕大多數的行情 這個時候呢就要考慮到一點 我什麼時候要進行停利 所以我們看下一張字卡 那麼這些AI股呢 很多人都擔心我會不會爆上去又爆下 因為真的是幾漲幾點 有的時候開盤之後拉上去 然後瞬間又往下打了5、6% 然後尾盤才又拉上來 所以我們要介紹幾種現在市場 比較常見的停利方式 第一個是基本面停利 基本面停利 然後放大 比如說我們看股票的本益比 如果本益比20倍要做停利的話 那現在的本益比如果來到14倍、15倍 那你可以先留著 可是現在這些AI概念股呢 它們在反映的已經是未來的基本面了 不會害得本益比很難算 也就是說他們如果現在市場在追的人 他完完全全不考慮這些數據的話 這些基本面現階段它是沒有用的 不能看啦 本益比這幾十倍 沒有辦法跟它兜在一起 沒有用喔 所以說基本面停利呢 目前不太適用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個 差差啊 目標價停利 目標價停利呢也不適用 為什麼 因為外資曾經訂出一個 偽創非常扯的目標價 47塊錢 那47塊的目標價 當時的股價多少超過100塊 所以股價超過100 他訂出了47塊的目標價 很快他就反悔了 把目標價調高到130塊以上 老師你可不可以做人不要那麼厚道 這大謀啊 沒有錯 那所以這代表說 這些目標價呢 有很多都是鬼扯的 也就是說反反覆覆 現在股票很強的時候 就越訂越高 那實際上呢 它不見得有一個依據 那如果這個目標價呢 一下子訂這裡一下子訂那裡 其實偽創從頭到尾 有非常多的目標價 那這到底投資人要信哪一個 那現在創新高之後呢 是不是又有更高的目標價 所以目標價呢 也不足以當作我們 拿來做為一個停利的依據 再看下一個 下一個就是均線停利 那均線停利呢 它有優點是說 比較好像能夠跟上 股價的一個波動 可是缺點是 看你用哪一條均線 如果是用短期的均線 會太敏感 因為動不動跌破 要賣 突破又要買 所以會過度操作 可是我用太長期的均線的話 那代表說 你的停利點會設得非常低 那股票跌下來之後呢 反而大部分的獲利 都會被這個侵蝕掉 那再看另外一個 大家最常用的就是固定停利 就是我們每個人 買進股票的時候 心裡面呢 都會有一個想法 對股票的未來的走勢 有一個輪廓 所以大約這張股票 我會去設定 20%做停利 或者30%做停利 可是用這種方式呢 這就是說 股票獲利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我就把它賣掉 例如15% 25%來做停利 這也是一個停利的方式 那最後我們今天 要為大家介紹的 是動態停利 就是透過動態調整的出場點 來進行停利 就是股價 因為股價不同 情境不同 甚至停損停利點的價位也不同 應該是說 如果是呈現一個 大波段大趨勢的股票的話 應該是要採取不同的方式 那現在市場對AI這麼熱 這些股票 往上看不到 終點 看不到高點的時候 看不到屋頂啊 對 所以說盡量呢 是應該要採用一個 能夠跟著股價波動 去調整你的停利點的一個操作方式 老師 講到屋頂 因為剛好小孩有Cue 我說他一定要唱歌 來 唱一下屋頂來 來來來 屋頂唱一下 唱給王老師聽 在屋頂唱著你的歌 老師還不錯吧 不錯 謝謝您 可是我不是溫男 我不會接 我是溫男 溫男 來 下一首 在屋頂唱著你的歌 在屋頂唱著你的歌 女生的是下一個句 在屋頂和我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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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音的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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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為你好欸 你還想繼續唱喔 哪裡可以啊 我跟基林老師有合唱過 對不對 對不對 對齁 沒辦法 再唱一次再唱一次 不行啦 不行喔 不好意思 萬一他有本事會打我怎麼辦 不會啦 他粉絲現在很多欸 我們點閱率超級好的欸 是喔 對啊 他粉絲越來越多了 不能惹他 不要惹他 都不要惹 溫男老師也是欸 動輒好幾萬粉絲 所以動態挺立 學到很多東西 看不到屋頂的股票 怎麼辦 來我們看一下 看不到天花板的股票 那我們來看一下五大挺立方說 我們把它做一個比較 那我們做一個比較 那目標價挺立呢 他挺立點是固定的 但是呢 他的一個 看起來是很明確 實際上是不堪其擾 因為外資的目標價一下子射這裡 一下子射這裡 所以大家會覺得很麻煩 那基本面庭力的話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話 現在根本基本面庭力 沒人在看 你不會買尾串的啦 你只要能夠寫上有 AI伺服器的什麼什麼 就會漲了 你去兩件事啊 管達有做代工 也有做AI伺服器 鴻海沒有嗎 有 為什麼鴻海不漲 然後管達長成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莫名其妙 要一起漲啊 至少你鴻海 你也漲個30% 50% 我也覺得很正常啊 老師你講什麼道理 沒錯 而且呢 一般的投資朋友很習慣 會用的是一個固定庭力 因為大家喔 會希望說 我能夠穩穩的賺一個獲利 所以固定庭力呢 也是很多人採用的方式 但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這個缺點是什麼 最標的股票喔 會被賣在起漲點 老師這一波很多人 你譬如說資源也好 微倡也好 真的啦 你用目標庭力 就是一個 這什麼庭力 就是固定庭力 基本上都出掉了啦 最標的股票會賣在起漲點 可是你看很多人其實已經賺60% 他才走囉 還是會賣在起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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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還是會賣在起漲點 真的 你看偽算等一下 老師假設我偽算 我40塊買啦 我不想理他啦 好美 因為我還沒講完 老師因為小時候偽算我40塊買啦 我設定 我70%走 多少 47 28 68元走掉了 老師 你去看偽算 滾倒啦 你看偽算 現在150啦 還少賺90塊 所以只看我40塊買 我已經賺70%了 我要67% 哇我股神耶 70%耶 一般股神還不會那麼厲害 你還少賺個80-90塊 對啊 老師這很誇張對不對 沒錯 所以這固定庭力這邊 不太好 那美女你要問什麼問題 對我變成一樣也是固定庭力的問題 因為我也很常用固定庭力 明明就已經庭力賺了30%了 那為什麼是賣在其當點咧 因為 絕大多數的人手上呢 都不只持有一檔股票 很多人其實都是一籃子股票 那我舉個例子喔 比如說分析師叫股票 也可能也叫不只一檔 可是叫十檔或者是 這個十五檔左右 那這麼多的股票當中 如果我們設定固定庭力的話 第一個到達你目標的 就是最強的 所以呢 第一個到達你目標的 其實不但不應該賣 反而應該要去做加碼 因為當我們設定一個固定庭力的時候 這一個標準它是一致的 可是股票呢 會先碰到你的庭力點 就是最強的 所以最強的股票呢 當它碰到的時候 優先被賣掉之後 反而把弱的股票留下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很多人他採取固定庭力之後呢 會二晚的原因 因為被賣掉的股票 最早賣掉就是最標的那一支 老實講的道理 就像比如說你 你賽馬場已經缺錢了 我以前有講過這個道理 賽馬場已經缺錢了 你一個批黑馬雖然醜 可是每一次都讓你得到獎金 那你把它賣掉了 我看那個批白馬 每次都跑最後要幹什麼 所以如果你在很多的資產 情況之下 你不能把最強的賣掉 那最強要賣掉 一定要有前提 就是好像是剛剛 等一下講的動態題 那我們延伸一個操作觀念 如果我現在買了十檔股票 我們平均買了十檔股票 這十檔股票裡面呢 經過一個月之後 有五支股票 它是沒有漲的 有三支股票呢 它是跌的 有兩支股票 一支漲了兩成 一支漲了三成 這個時候呢 應該就要把跌的股票賣掉 把全部的錢去加碼 你現在手上最強的那兩支股票 因為這反而能夠讓你 把資金呢 集中在真正的強勢股身上 好 那我們繼續接下去講 均線停利 那均線停利呢 它的一個趨點在哪裡 就是你很容易受到均線 反反覆覆 進進出出 而呈現過度交易的情況 因為在大趨勢的過程當中 如果用短期的均線 長榮嘛 長榮我們昨天講 40塊也長到233元 應該說不到20元長到233元 買賣賣賣賣 很容易就賺一點點賺一點點 那其實你很容易被抱不慘 你看喔 你這樣子賺這個波段 賺這個波段 重點是你每一次還不一定會執行 還有一點就是說 當你看到股票賺上去的時候 都是越追越高價 可是其實賣的是低價 所以損失掉是中間的價差 所以如果是用這個均線做停利的話 我們剛剛有講過 如果是以短期的均線 日均線來做的話 那交易的頻率會變得太頻繁 而且呢 動不動就會遇到停損的情況 所以均線停利呢 其實也不太適合這一波AI的股票 所以最適合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所談到的 這個AI的概念股 最推薦的是動態停利 因為有很多的股票 它已經漲一大截囉 那通常我們承擔風險的能力 跟帳面的獲利會成正比 所以當我帳面的獲利越大的時候 意味著我承擔風險能力是增加 這個時候呢 盡量是不要盯盤 然後隨著股價波動 因為市場的熱度 這個一上來之後 很多的股票 它莫名其妙就會創新高 不見得有很多的理由存在 那我們再來看喔 這個地方 那創新高呢 因為創新高之後 來往上調整停利點 為什麼這麼做 因為今天我們看到 偽創也創新高 然後技嘉也創新高 還有很多散熱股票創新高 那這些股票只要一創新高呢 就自動去調整它的停利點的話 那你就可以改善固定目標 這個固定停利目標的一個缺點 另外呢 它有辦法去掌握到大波段的行情 所以它的做法就在這裡 創新高價 立刻向上調整停利點 所以我們這個稍微講快一點點 因為這邊用講他們聽不懂 一定要舉例 反正重點就是說 老師要不斷的改變那個 停利的趴數 沒錯 停利的趴數 甚至於專業一點的話是停水 因為老師 專業來講的話 你每到一個價格 就是新的獲利了 沒錯 所以是改變停利停水的一個 的趴數 對 我們看下一張這個介紹 那動態停利它有五好一壞 採取動態停利的話 就不容易被洗掉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參與到大波段的行情 大部分的行情可以參與到 而且呢 現在很方便 你透過券商的APP 或者是API的交易介面 就能夠呢 這個設定動態停利 那任由行情波動 股價創新高 系統會主動調整它的停利點 免釘盤可以減少情緒的起伏 那標股波段大賺的秘訣就在這裡 不要釘盤是大賺的秘訣 真的 因為你釘了盤行情 上下波動的時候 心裡會有很多的雜音 你每天就養你一下 養你一下 對 要不要賣 你每一天問了一千次 要不要賣 而且動態停利呢 它只有一個缺點 這個缺點是什麼 絕對無法賣的最高點 絕對不可能 對 但是你一定要願意放棄掉一部分的利潤 可是有機會參與到大部分的行情 好 我們來看例子 看比較好 以為創作例子 放左上角 你這邊可以放大一點 那如果在30塊錢買進 股票漲到40塊錢 那我們設定回檔10%做停利 到40塊的時候 你多賺10元 對 你回檔 高點回檔 最高點回檔10% 是4乘上1.10% 1.10%對不對 那是變成90% 所以是36元停利對不對 沒錯 36元停利 30%上40元的時候 我就設定10% 就停利停損 等於36元的時候 我要走 老師 那這意味著說 如果它真的跌到36元 我停利了 我保有6塊的利潤 可是如果它沒有到36 我算就是沒有回檔 就是要超新高的話 所以這種標股 最適合你講動態停利 沒錯 繼續股價來到41.95元 好大概41塊 那我們把這個 41.95元一樣 對不對 因為我又是10%的 我會做移動停利點 沒錯 37.35 0.9是1-10% 所以我現在到37.35 如果我剛才36元 我現在改成37.35 你看老師 那個價格有越墊越高 對 所以你是越來越保護你自己 沒錯 本來36元也要停 停利 停利停損 37變成37.75元 你還可以多賺7.5元 沒錯 而且呢 其實你承擔風險的能力 跟你的獲利的程度 是成正比 所以大家不要怕 採用動態停利 就有這樣的好處 那我們看偽創 它在後面的走勢 其實相當驚人 尤其看這一段 這一段股票漲到多少 漲到了50塊 這個時候呢 我們把它的 因為我們已經從30塊 包到50塊了對不對 那我們把它的動態停利的 這個幅度調整到15% 那50塊的15%呢 回檔15%是來到42.5 42.5 1-15%就是1.85 沒錯 所以老師 從36元變37.5元嘛 對不對 然後37還37.25 大概 37.75 36元到37.75 到現在42.5 老師 這個變成回檔 越來越保護自己了 沒錯 就算你走掉了 反而越賺越多 對 而且呢 因為真正的標股 它敢愛敢恨 所以它隨著漲的時候 它的震浪幅度會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才會把這一個 停利的一個區間 開始放大 因為它有時候一根跌停 一根跌停你就走了 說不定它只是起盤再上 對 所以你一定要調高它的移動停利的幅度 沒錯 往下變成是15%的停水平 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怎麼去掌握到波段 我們接著看到接下來的走勢 這裡 現在已經到42.25了是不是 對 我們看一下三葉 三葉是到42.5 沒有破啊 沒有 你看尾串從頭到尾 我們看一下下一葉 看完下 你看從頭到尾都沒有破 沒有破 一直在往上拉 老師繼續 那股價如果突破了百元之後 應該這樣講喔 你的獲利已經超過五成 因為都沒有回檔 六成以後了 那我們把這個動態 動態停利的區間放大到20% 20%很大喔 這很大喔 那放到20%之後呢 其實它股價漲上去的拉回 如果從最高點拉回20% 我們做停利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那接下來呢 股價繼續漲 我們的停利點就持續往上移 那現在 如果採取動態停利的話 過去的這一段時間 不會去賣掉手上任何一張偽創 為什麼 因為它股價不停在創新高 可是回檔的幅度 並沒有達到我們停利的標準 那如果當它股價漲上來之後 這一波之前漲到147 所以回檔20%呢 停利點是118塊錢 那118在這個地方是它的停利點 可是這一波的拉回 也沒有來到118 只是連續三天K線收黑 也沒有達到20%以上的跌幅 所以後面的股價又創新高 來到159 所以來到159之後 又可以再去設定另外一個停利點 那現在外資對於偽創的目標價 最高是調到多少 調到了176塊錢 調到176塊錢 這意味著說 現在把 如果真的來到外資的目標價 要不要賣不要賣 但是可以把停利點調高到140塊錢 然後呢 後續再跟著現在AI的熱潮 直到它最後真的結束的時候 再來進行獲利了結 這就是一個動態停利的方式 動態停利的方式 所以老師真的不錯耶 就是我如果像我剛才講的 我40塊買 我如果我設定一個70% 我怎麼樣都不可能報到100塊啊 不可能 對啊你這個就不錯耶 我像這個方式真的很不錯 還有一點不要盯盤 因為這件事情可以交代營業員做 可以交代手機APP做 可以利用程式下來做 那你不要盯盤的話 只要我 我只要設定好 我動態停利的區間 然後呢 你好好的睡上 一覺 甚至是冬眠醒來之後呢 可能股票沒有賣掉了 就漲好幾倍了 這個聽說 營業員好像每天都要盯盈他這個 停利點是不是 盯盈一次就行了 一次就好嗎 盯盈一次 但是如果真的是要 口頭上叮盈的話 在盤前要講一次 要錄音 要錄音 這樣才合規 所以每天盤前要錄音 可是如果是用APP 或者是用程式的話 就不需要 現在可以了 現在已經可以了 記得喔 現在可以這種移動式停利的 是第一次停利點 應該說第二次停利點 沒關係喔 反正就是告訴你 我們停利點是越墊越高 對 越墊越高 這個37.75 又回彈10% 那時候大概是41塊多 那第二次停利點 我們設定比較 會變回彈15%了 可以越怎麼樣 越容許他拖動 沒錯 可是反而可以報越多 停利點42.5 第三次停利點 老師可以回檔20%才停利 80元 第四次停利點 回檔20% 老師 我在學到 不論第四次或第五次的停利點 都是回檔20% 代表是說 20%可以接受 30%就太多了 太多了 20%其實我認為恰到好處 因為20% 因為30%基本上 那個頭都已經成型了 而且一般來講 頭已經成型了啦 那個量也出來了 那不需要 所以老師的學到好 所以第三 最後一個最重要的是 你移動式停利 你最大的回撤 最多就是 從高檔到低檔 只能回撤20% 20% 所以老師這個學到好多東西 謝謝老師 我們來看一次 再看看剛才的結論 會比較了解啦 老師你說 那我們看到 常見的停利方式 我們剛剛都有介紹過 對不對 基本面固定停利 沒有它好 基本面固定停利沒有它好 都沒有它好 動態停利的優點就是說 能夠參與到大部分的行情 然後透過券商APP 跟API交易界面 這個是目前已經可行的 那如果要人工採取的 這個動態停利的話 就必須在開盤之前 聯絡營業員 告訴他說 你的停利點設在哪裡 那一定要有這樣的錄音 他才有辦法幫你去做執行 那另外呢 因為這可以任由行情波動 股價創新高之後 去移動你的停利點 所以就可以減少情緒的起伏 一旦減少情緒的起伏 才能夠賺到大波段 要賺到大波段 情緒的起伏越少越好 那我如果今天買到了一檔股票 它成為了標股 我設定了動態停利 然後接下來呢 我就不需要去看股價的波動 等到有一天 或許股票我已經賣 這個停利掉了 可是我至少留住大部分的利潤 那如果我手上還有的話 那這下子就發了 為什麼 因為它一定是成為了標股 是啊 說到還有 移動式停利是可以讓你整個波段 像AI概念股 沒錯 展一倍 展兩倍 展三倍 就是要移動式停利了 我覺得這個不錯 比那些目標價 或者說percentage的一定的報酬 才走的股價 或操作方式更好 老師 潘文老師你怎麼想法呢 我覺得其實這個招式非常好 移動式停利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另外再分享大家另外一招 就是說比方說像偽創 你可能高點100塊賣掉之後 大家覺得追不回來 其實簡單去講 你可以透過ETF上去持有 也就是說你100塊賣偽創 你可以買其他0056 00878 剩下錢再回來買偽創 代表說其實在整個大波段行情裡面 透過一些相關的工具 其實可以讓你報導整段的行情 可以報導整段的行情 謝謝老師 那靖老師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這個方法真的非常好 而且最近來講我看到很多 就是粉絲朋友跟我講說 啊漲起來股票怎麼辦 漲起來股票怎麼辦 我覺得漲起來非常好 因為我覺得股票你要怕的是不會漲 而不是怕會漲 很多人都賺很多錢在怕 不知道怕什麼 是喔 所以不必怕 所以漲起來不必怕 而且這些股票 從頭到尾就是不錯的方式啊 老師那好 可是有個問題喔 這是你是一開始股價 那是動態挺力 你都講的是說買了以後 怎麼抱著 對 那怎麼進場 喔 怎麼進場 進場我們一開始有講啊 如果是現在的強勢的的話 創新高 創新高 突破可能軍創新高 那另外一個微創 那就我剛才講的嘛 微創我們開始股價 因為它只能進場 現在很多人是沒有微創怎麼辦 那我在這邊也算創新高啦 其實這邊也可以追啊 對啊 對不對 追了以後再用移動用式挺力吧 所以你不要只均力於40塊的微創 這邊創新高嘛 也可以追嘛 沒錯 是不是 對 所以你有很多次進場點 創新高就追 這邊創新高就追 有沒有 這樣沒錯吧 沒錯沒錯 所以有學到進場 然後停力 或者是甚至停損 其實如果嚴格來說 它也算是一種停損 如果你把成本 你是隨時動態的 你的最新的價格 當作你隨時成本的話 也是一種停損的價格 可以是 因為如果是在比較高檔的位置 去做切入的話 那停力這兩個字 自然就會變成是停損 也就是動態一個停損 也是 謝謝老師 所以譬如這邊一進場 你就設10% 或者15%的一個差別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想法 有沒有學到這些東西啊 有 我想改名叫停力 好像滿好聽的 不錯 不錯不錯 好不好 大家都是在叫我的名字 停力 停力啊 要不要叫 要不要叫那個 你知道有一個 有一個其實 止血藥叫謝麗婷 欸 謝馬上立刻停了 還好我不信謝 要幫你取得不信 沒有沒有沒有 這樣我要換爸爸媽媽了 謝霆峰 謝霆峰 謝霆峰又風不好啊 這個謝藥不太好 謝霆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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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不會謝霆峰 或謝麗峰 或謝霆峰 都沒關係 都可以啊 進場停歷停水 免煩惱都在停泄訪 學到大家 如果需要東西 所以要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到週五 晚間八點上線 一三五解盤影片 二四教學影片 最好指望 謝霆峰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開生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台老師 看歌 然後是歌神 買著套 交易之前 要考慮自信 走 走 走 人家 二頁一高 創大股 想先到 開始想打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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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嘴巴好厲害哦 好 沒錯吧 右邊是神 你嘴巴好 買著套 交易之前 要考慮自信 我來看 瘋狂股市福利社 提前告訴你 這倒動 你拿著準備 最最高 燒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這倒動 歡迎想八點八點 八點八點 二十八點 三點八點 三點八點 二十二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好